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们就开始一起吃 你们可以欣赏了 好 可以进去了 来吧 你先看这个 我去看这个 可以 我们从哪个开始看 我觉得从这个 好 那我们就先看这个 来 看 大腿 后部 感觉也是挫伤 跟那个是一样 挫伤 你看这两边的那种宽度 叫车的下车 叫车 我发现裤子上有一个 失去的纤维 可能是我之前 在轮胎上找的那个 衣服纤维是有关系的 唐生 你觉得这个 是有中暗膜下腔出现吗 是有什么 但是其实 感觉不是很致命 不是很致命 感觉他腹部的更多 刀剧时五分钟 他这个衬衫这里也有写 刀剧时两分钟 倒击时十秒 四秒 三秒 两秒 好 我们复刊解锁 刚才经过大家四十分钟的 对现场的复刊 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加上案情上面 还有视频资料的 新的一些证据出现 同时也有尸体解剖的 一些新的资料出现 所以可能对你们 后期的想法会有些改变 那么我们现在呢 主要是对这个阿强的 这个死亡原因 要做一个先细判别 现在每个人 把你们 这个对这个阿强的死因 写下来 不要去跟周恩商量 不讲理由 只讲你们这个 是什么样一个选择 好 复则 选我 在我这些月面了 你只讲他怎么死的 任何理由不要讲 汽车撞击导致内部器官破裂 然后失血过头死了 好 汽车导致的 四月一休克 好吗 叫车碾压造成的一个 骨骨骨折 然后直接死因 是创伤性休克 好 对对 第一个死因写的是 脂肪拴塞 第二个死因是 是猪脑膜下枪出血 阴脑膜出血 晨晨 我也是有点差不多的 我也是写的 那个脑实质出血 就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就大家怎么都在开始说 那个失血呀 然后栓塞这些东西 我当时就特怀疑我自己 我当时其实很不自信的一个点就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自己不是学法医的 没有已经拨 失血性休克合并 无脑存伤 合并 对合并 其他的跟他们差不多 但主要的是阴囊处的存伤 我觉得应该也是 汽车碾压所导致的 雨昕 我写的是 汽车摩托后 与轿车相撞后 然后被车内摆件砸击 顶整部晕掘 被砸晕之后 再进行的碾压 内脏广泛破裂出血死亡 扎晕以后再次碾压 嗯 然后增加了一个炉内出血 然后后续就还需要观察 来看这个占比 这会是长生了 主要实音是认为交通事故的碾压自死 这是他的主要实音 而且是一个二次交通事故 头部里面有病出血啊 头部里面有出血 哪个地方出血 有硬磨下移出血 还有呢 主要磨下降也有 还有呢 有没有可能死音啊 不一定会死人 其实压力比较大 大家都说了是 弩脑的损伤 其实也会有一种 从众的心理吧 两位老师又多次在询问我 弩脑损伤 这让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压力 但是我 基于现场看它 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比较低 你们凡是增加了老沈商的 往前一步 你们四个都加了老沈商 他们孩子坚持就是 跟老沈商没关系 各在两边吧 你们四个人到这边 他们三个人到那边去 接下来的一个事情就是 你们这个主类 对这个人的死亡的结论 理由是什么 要形成文字的东西 因为这个事情 对我们后来的审判 会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 把你们足够的观点提出来 到法庭上去做陈述 让他们接受你们的观点 让真正的嫌疑 真正的坏人得到惩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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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